公车车在国道内线倒车停妥后 有一名工人坐在车斗 突然看到有车大灯朝他逼近 跳开瞬间休旅车猛烈追撞上来 车壳残骸喷散 休旅车前半段车身严重扭曲 几乎看不出原本车型 男驾驶和副驾女乘客卡在座位上 消防队员出动破坏器材 但两人在现场没有呼吸心跳 送医抢救不治 后座还有一名五岁女童 休旅车上两大一小是祖孙关系 女童头部撕裂伤乖乖坐在救护车上 让救护员包扎 和阿公阿嬷一起出门 却只剩他一个人 我们前面几刹车 我们跟着几刹车 特别追撞我们 祖孙三人19号晚上从新北三重逐屋处 开车南下要回高雄 中原普渡拜拜 行进国道1号南下靠近斗南交流道 当时高工局派遣工程车 在中线失座标线工程 工程车停在内线车道 休旅车不明原因朝工程车追撞 造成前座62岁的阿公阿嬷死亡 后座小孙女受伤 小孙女坐在后座 并且有儿童安全座椅保住一命 爸爸妈妈接到通知 也赶到医院照顾小孩 但怎么能接受最亲爱的家人 只剩一人幸存的事实 TVBS新闻 蔡松霖 季健康 陈鸿毅 罗一星云林嘉义 综合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